哈喽大家好 我是K线西游战法创始人 炊事团团长 订阅我的频道 读懂K线背后的秘密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3月9日下午的16点02分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读比特币的盘秒 随着这轮下跌 我们看到了 我们在3月3号进场了 因为3月3号 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下跌的悟空阴线 悟空阴线代表什么呢 悟空阴线代表了 从石头缝里被压制了500年之后 突然出现了这根阴线 所以它是标志性的阴线 标志性阴线出来之后 我们开始进场 进场之后 我们发现了八戒阴线 紧接着八戒阴线就出来了 没有经过任何波折 八戒阴线出来之后 出现之后 紧接着它出现了两个妖怪 也就是震荡 这两个阳线和阴线的组合 分别都处在八戒阴线的实体部分之内 所以我们把这三根统称为什么呢 八戒阴线组 八戒阴线主阴线之后 杀死了两个妖怪 然后走杀僧阴线 这个杀僧阴线呢 我们说杀僧代表了什么呢 杀僧在西游记当中代表了 我们的人生多波折多震荡 随着来波折震荡之后 出现了杀僧要杀死的妖怪 但是杀僧没有杀死妖怪 所以我们在阳线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39500美金附近 做了止盈的动作 紧接着比特币 今天在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大的 超级大阳线 这个阳线涨幅目前在8%左右 那我们看这个日线级别的三角形 这个日线级别的三角形 我们从去年三四五月份 波峰连线过来 在43500到44000美金附近 构成了它的一个压力 所以这一轮反弹 我们认为它的目标位和压力位 同时都在44000美金附近 44000美金附近 那这轮上涨 有人给出了很多理由 比如说有人说昆贝斯 有大量的美国资金进入昆贝斯 通过昆贝斯买入比特币 还有人说是黄金的上涨 带动了比特币的上涨 同时还有人说是俄罗斯 大幅要买入比特币 学习塞尔多瓦这个国家 各种说法都有 既然是上涨了 既然是上涨了 我们就有预期 它能顶到44000美金压力位 我们不光是做空投 同时我要给多投一点时间 同时我认为这一轮行情上涨之后 反弹之后 只是反弹构不成反转 在压力位附近 同时它要进行一个回答动作 最终完成大型 从345月份构成的收敛三角形 收敛三角形完成之后 在底边线35000美金附近 最终完成下跌 最终完成下跌 所以这轮的反弹 我并不看好 同时它有国际行情上的一些原因 我们看今天的上阵指数暴跌了4%之后 反弹到下跌幅度是1% 最终日前级别它还是出现了一个大的反弹 但是它事实上是正在下跌的途中 同时我们打开周线看 它已经跌破了120周均线 基础上已经步入了一个熊市 A股如此 盗修斯规指数在昨天的表现同样不好 下跌了0.5%左右 但是它盘面走的是比较纠结的 我们看到了开盘之后出现了一个上涨 然后再跌下来的 总总而言之 国际政治经济局势 整体来说都处在一个下跌的盘面当中 只有黄金 还有像稀有金属这种类 这种避险的大宗商避险的品种 或者大宗商品出现了上涨 比特币究竟是不是避险品种 我认为不是 因为俄罗斯国内很多民众也说 他们只买黄金不买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当前来看 还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避险品种 在国际形势大幅下跌的情况下 我认为比特币的反弹 仅仅是反弹 不构成反转 反弹的目标位 也就44,000美金附近 紧接着 它还要有一波趋势的下跌 整体来说 在周线级别上 我们前面说了 周线级别上 它完成了一波下跌西游之后 反复多多 日线级别的反弹下跌 反弹下跌 又骗散户进场 又骗散户进场 这一轮行情 这一波上涨 我认为只是一碗断头饭 只是一碗断头饭 为了杀大家的 为了杀多头的 所以它通过大洋线极端的上涨 来让你误入歧途 去开多单 最终它在压力线附近 也就是44,000美金附近 还是容易下来的 我们看到了 盘面上44,000美金压力线 是从去年三四五月份延伸过来的 这条线非常准确 在这轮行情当中 几乎屡试不爽的出现 我们看三四五月份延伸过来之后 你看九月份的时候 构成了盘面上的压力 突破之后 做了一个突破 突破忽略掉 忽略掉之后 我们发现了 这里还存在一定的支撑 证明这根线非常有用 跌破之后 打到这里支撑 支撑反弹之后 在45,000美金附近构成了压力 因为这条线是斜率向下的线 所以它的支撑位 也是逐渐向下的 在二月份是45,000 在三月份就是44,000到43,500 这个位置上 到达这里之后 形成一轮什么 我们观察了盘面 观察盘面当前 有可能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一轮四小时级别的反弹 4小时级别反弹 到达44,000美金 我们这里就要有注意风险了 多头方向就要注意风险了 比特币我就说到这 就是在sell级别上 它有可能出现一波上涨 继续的上涨 目标位置44,000美金 到44,000美金 你可以开一个空单 然后你止损在46,000 47,000就可以了 我不认为它能出现一个 非常有效的突破 在日线结构上出现一个大的突破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以太坊在结构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了 这个趋势我们看到了 反弹收敛下跌 反弹收敛下跌 下跌之后 在山脚形的近交点处发生了反弹 这个反弹 我们同时观察4小时级别 4小时级别上有个标志性阳线之后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 它的目标位是哪里呢 以太坊的目标位 我们认为它在黄色线的结构上 我们看到了黄色线 不分连线和不分连线 构成了三角形 延长线之后 在3000美金附近 构成了它的压力位 这一波行情 我认为它在4小时级别上 能够反弹到3000美金附近 然后受压力线制约作用 它最后还要回打下来 还要回打下来 3000美金到3150美金 我们看到了日线结构上 它有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 这个收敛三角形 我在前几堂课上反复的提及了 波峰的连线 日线级别波峰的连线 和日线级别波谷的连线 连接过来之后 如果它到3150到3000美金附近 还容易回踩 回踩到目标位2500美金附近 2500美金附近 同时我们观察到 它的结构 在红色三角形 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 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 我认为在盘面当中非常不稳定 所以还是容易跌下来 同时我们发现 这个等位置上 等位置上 1 2 3 4 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 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 根据江恩的4次波谷定律 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 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 很容易发生跌破的动作 发生跌破的动作 我前一节课上说了 以太坊上轮熊市跌幅是95% 这波熊市跌80%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跌80% 肯定会到1000美金以下 所以下跌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这一轮反弹 日线级别的反弹 4次级别的反弹 不是反转 仅仅是反弹 还没有到达压力位附近 到达压力位附近 我认为它就会随比特币同时向下运行 现在是多头比较强盛一些 所以空头耐心等待 等待它到压力位附近 3000到3150美金附近 再开始考虑进场 再开始考虑进场 我们最近这几个交易日 一直在提LUNA 但是LUNA这个币确实是非常硬 非常强硬 强拉上来 目前排名在虚拟货币市值里面 排名第七了 已经非常强了 它是什么一个结构 我们认为焦点这个位置上 是一个有吸引力作用的黑洞 它把价格吸引上来了 吸引上来之后 如果它不能继续往上涨的话 不能继续往上涨的话 它一定会被黑洞吐出来 所以追击这种强势B的话 你要注意设置一个止损 不要被行情反噬掉 它怎么拉上来的 很容易做怎么样的回答动作 同时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 它前面有个高点 是在103.6美金附近 这样构成了它的压力 构成了它的压力 很容易出现一个双头 很容易出现一个双头 所以你要注意进场之后 如果是多头 在当前盘面非常强势的情况下 你进场多头是没毛病的 但是你要设置一个止损位 防止它大幅度的趋势的改变 趋势的改变 这里我们观察到 日线级别上它出现了一个 这样和比特币同样的互跌的结构 跌破这个互跌结构之后 我们发现它在焦点位 这个系列作为下跌破这个结构之后 反弹上来 反弹上来之后 你布局空单的时间 我认为 我认为是如果能回踩到86美金附近 你布局空单可以 为什么回踩到86美金附近呢 因为它有一个对称性的 像蝴蝶翅膀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你回踩过来之后 这个86美金附近 它构成了什么呢 构成了它的一个压力线 所以等待 LUNA打到86美金 88到86美金附近 你在布局空单是为之不晚 现在它目前为止非常强势的上行 前方有个压力位103美金 103美金 它如果真的突破了 真的突破了的话 你多单 你现在持有的多单会有一部分获利 毕竟它是非常强势的 在日线级别上 我们承认它有两根 两根阳线 构成了悟空和八戒阳线 八戒阳线肥着肥河 直接就拉上来了 突破了收敛三角的焦点的位置 通过了黑洞 通过了黑洞 现在这个是随着它的上涨 不断上涨 风险也在逐渐的加剧 日线级别上 它前面有一个高点 作为压力 作为压力突破之后 才容易继续上行 同时它作为一个黑洞 它有个吸引离子作用 把价格吸引过来 所以不着急的话 你耐心等待它 如果你是多头的话 耐心等待它突破到104美金附近回踩之后 你再布局多单 如果你是空头的话 你等它进入这个结构之下 再进入空单 所以这个涨是非常强势的beat 你不要太着急 等待它明确的有一个信号之后 再进入这个市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再见 再见